这是32年前 出现在港天龙神太子里的郭富城 虽然眉目非常的清秀 但因为脸部的线条足够的硬朗 而使得整体的长相 不带一丝阴柔感 即使形象气质 可以归纳到小鲜肉那一类 但比起现今娱乐圈流行的小鲜肉 郭富城少了一丝刻意营造的奶气 与同天帅了一辈子的刘德华并立在一起 郭富城的长相也没有逊色几分 整个人像是青春漫画里走出来的阳光大美满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郭富城出演《龙神太子》时 已年满27岁 很难想象这一张脸是一张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脸 岁月虽然是把杀猪刀 但却像女娲造人一样 没有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作为一部非常港式的喜剧电影 《龙神太子》和其他经典港片一样 剧情谈不上超级的优秀 但对于各个人物的塑造却是非常到位的 郭富城在这部影片里扮演了一位面冷心热的忠诚保镖 为了契合这个角色的形象 在大部分的剧情里 郭富城都穿着一身机车夹克亮相 从内搭的高领打底衫 到外搭的皮质小夹克 再到下半身的长裤 都采用了全黑的配色 就连手上的过腕手套 也是全黑的配色 服装的剪裁 有棱有脚 很容易凸显着装的冷硬染 他那一头不算特别凌乱的湿发 有哪位男粉和我一样 特别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发型 在需要装逼的场合 郭富城的机车夹克 还会外皮一件过膝的风衣 虽然视觉略显雷坠了点 但在骑机车的戏份里 这件宽大的风衣 让郭富城变得更帅气了几分 在影片的末尾 郭富城还亮相了一件 橙色的字母夹克 90年代的港片 不光女演员的戏服 特别的出彩 男演员的服装 从配色到款式 也都紧跟时代的潮流 郭富城的橙色夹克 不单配色很醒目 内搭的字母T恤和下半身的 水洗牛仔裤 都是90年代非常潮流的时尚单品 一脸少年感的郭富城 把这套衣服穿出了青春和活力 同一套衣服 在龙神太子里扮演男一号的刘德华 也穿过一模一样的 但与郭富城表现出来的阳光帅气不同 刘德华把这套服装 穿出了皮帅的效果 并且因为角色 是一名心智不全的成年人 刘德华展现的姿体动作 视觉效果 远没有郭富城那么悦目 在龙神太子里 刘德华的戏服 大多都是字母夹克 他这件黄颜色的皮质夹克 从款式的设计到其他服装的搭配 跟橙色的夹克 没有太多的差异 只不过在字母夹克和白色T恤之间 还增加了一件橙色的马甲 让着装的是绝更有层次感 还有这件绿颜色的夹克 像我们现今流行的小夹克一样 袖子和衣白以及衣领 都少不了经典的白色条纹 与之配套的水洗牛仔裤 现如今 依然还是非常流行的时尚单品 龙神太子里 还有两位着装特别出彩的女演员 一位是凭借颜值 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关芝林 另一位是凭借搞笑天赋 在港圈混得风生水起的吴君如 但在龙神太子里 关芝林并没有走大众熟悉的女神路线 而是以冷艳大小姐的形象世人 她这套皮马甲配风衣 在搭配短裤和皮靴的个性戏服 恰到好处地表现了 角色要凸显的冷艳感 虽然这个搭配 有点超出普通人的穿衣思维 但不得不说她套在关芝林的身上 没有丝毫的违和感 果然时尚的完成度全靠脸 这话是没有错的 当然即使是冷艳高傲的大小姐 在喜剧电影里也会有吃别的时候 在男女主约会的戏份里 身着黑色吊带裙的关芝林 前一秒还是明艳端庄的千金大小姐 后一秒就被刘德华摔的形象全无 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港星 是丝毫不讲究偶像包袱 好看的神颜 也可以按在地上摩擦 而她这条黑色的吊带裙 也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裙子 不对称的裙摆 除了能拉长下半身的比例 最能展现关芝林女神形象的 还属这套白颜色的婚纱 尽管出镜时间很短 但那惊鸿一瞥的亮相 让荧幕前的观众 无法忘记关芝林出尘绝艳的美貌 关芝林的两套居家睡袍 虽然款式的设计很简约 却采用了光泽度很高的织紧面料制作 流光一彩的质感 很能体现角色 是富洋长大的千金小姐 并且这种高光的服装面料 更容易提升角色的冷艳感 负责搞笑的吴君如 她也拥有很多套 颜色非常醒目的戏服 尤其是这套橙色的小套装 不单配色很亮眼 衣领上妆点的花朵 还有那一对水滴状的耳环 都赋予着装非常悦目又新奇的美感 而这套配有紫色皮草的小套装 服装厚实的质感 很容易彰显角色 是富豪大小姐的设定 如果你想一览两大天王的颜值巅峰 又想一睹关芝林女神的爵士风采 那么龙神太子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毕竟含颜亮这么高的喜剧电影 现在的影片是闲少能做到 只是单说龙神太子 你觉得郭富城的容颜 能帅过刘德华吗 都在用不动 mr 对 人群的时候 还有我也怪我 都在我的 是 我 都在我的